1992年5月22号中午11点30分 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岳城分局接到报案 本区念佛桥一个商品房民居发生火灾 住户呢是十年24岁的边某英 这边某英和他四岁的儿子何某华葬身火场 消防人员灭火进入现场之后就发现有血迹 认为此次火灾很有可能是一起入室杀人之后的毁尸灭迹 所以立即报警了 在接到报案之后 绍兴市公安局极为重视 立即抽调精干警力前往现场进行勘察 现场勘察表明 死者边某英的尸体位于客厅的转角沙发上 死者何某华躺在边某英身边 在沙发煤烧毁的部分 以及沙发背后的墙上都发现了喷溅状的血迹 经过检验 这血迹呢分别是边某英和何某华的 现场门窗都完好无损 没有撬压的痕迹 从死者手腕上手表停止的时间是10点45分来判断的话 室内起火的时间呢 应该是在10点45分之前 初步判断凶手作案的时间范围是9点到10点40这个范围之内 凶手是在死者自愿开门的情况之下进入案发现场的 并且在客厅转角沙发上和死者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这一点呢 从转角沙发的坐牙痕迹上能够鉴别出来 经过死者丈夫和某熊反映 这个转角沙发呀 只是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用 平时呢 并不怎么用 所以呢 从沙发上的坐牙痕迹来估算坐在上面的时间是有提取价值的 哎 通过这些也说明 凶手应该是和死者比较熟悉的人 在和死者交谈的过程之中 突然用钝器将死者吹杀 另外 根据死者丈夫 从事服装贸易的何某熊的清点 家中啊 少了一部分现金 存折 金银首饰等物品 也得亏案发的时候 何某熊出差去北京洽谈业务没在家 所以这才逃过一劫 通过对被害人边某英的尸检 没有发现被性侵的迹象 但是有明显的搏斗过的痕迹 在边某英的指甲里提取到了部分毛发和皮肉组织 但毕竟过了火了 这些物证啊 不同程度的探话 需要送检仔细鉴定 另外 现场还提取到几枚残缺不全的指纹 根据勘察结果 出现场的干警们 一致认为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入室杀人 劫财并焚尸灭迹的重大案件 绍兴市公安局 粤城区分局 立即成立了由40名干警组成的专案组 对这起案子进行专案专办 根据现场分析和死者便某英的尸检结果 专案组认为凶手的作案动机仍然不能确定 财杀 情杀和仇杀的可能性都有 对于刑侦而言 三大凶杀因素同时存在 这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这个案子的侦破难度极高 这意味着排查范围极大 部分专案组成员提出来 应该把排查方向放在有白日入室盗窃 抢劫前科的人员身上 不过在慎重案情分析之后 专案组还是统一了意见 认为这起案子极大可能是熟人作案 所以呢 坚持从现场出发 做被害人亲属和朋友 以及相关的熟悉人员的工作 由于被害人 家庭条件比较好 所以呢 被害人专门在家带孩子 社会关系也不复杂 丈夫何某熊 从事服装贸易行业 生意上有往来的人很多 所以排查的重点 就放在了何某熊的社会关系上 经过几天的排查 在5月27号 签订了几个嫌疑对象 第一个是何某熊的朋友陈某月 这个人呢 经济拮据 适度如命 债台高筑 在案发前四天 还到被害人家 向死者编某英借款 而遭到拒绝 并且他明知何某熊 此时在北京出差 要到5月底才能回绍兴 因此陈某月有上门借钱遭拒 恼羞成怒激情杀人的可能 第二个嫌疑对象呢 是何某熊的叔叔 何某源 这个人呢 正在和妻子闹离婚的 有一段时间借住在何某熊家里边 根据边某英父母反映 边某英曾经跟他们抱怨过 何某源对他有不轨企图 何某熊也证实他去北京出差之前 为了让妻子放心 把何某源请出了自己家 因此何某熊又调戏边某英不成 而杀人灭口的可能 第三个嫌疑对象 是跟何某熊有生意往来的不商陈某齐 这个人呢 1991年4月的时候 把一批价值4万多的衬衫布料 托何某熊带去北京推销 然而此后何某熊 长时间没有付付款 陈某齐呢 曾经为这事多次打电话给何某熊 由于当时何某熊不在家 这电话都是编某英接的 在电话里面呢 陈某齐威胁恐吓说 如果再不还钱 就一命抵三命 因此陈某齐有上门讨债不成 恼羞成怒杀人劫财的可能 但在传唤了陈某岳 何某员和陈某齐 并且提取了他们的指纹和毛发送检比对之后 结果却让专案组失望不已 陈某岳声称 案发当天上午 他正在上海的一家宾馆里 并且有三个证明人可以为他作证 经核实确有其事 并且指纹和毛发送检结果表明 和现场留下的指纹和死者之间里提取的毛发 不能做同意认定 何某员宣称 案发当天上午 他正在朱继市走亲戚 经朱继市公安局走访何某员亲戚 以及亲戚的邻居核实 确有其事 并且何某员的送检样本 也不能做统一认定 陈某岐声称 案发当天九点至下午一点 他正在乡下一家纺织厂买布 并且还向警方说 他在死者丈夫何某雄 出差去北京之前 去过何家 何某雄向他保证再三 月底从北京回来 就还他四万多的付款 因此啊 他没有在拿到钱之前 就杀编某英的理由 专案组找何某雄求证 何某雄表示 他确实在去北京之前 和登门拜访的陈某奇 做过这样的保证 再加上陈某奇的送检样本 也被否定 因此这三个人的作案嫌疑 全部被排除 山崇水赴一乌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5月29号 绍兴市皮件厂工人 蒋天玺 这个之前曾经被怀疑过 但因为指纹无法做同意认定的人 重新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范围 因为目前排查的几百人之中 只有蒋天玺在案发这个时间段 颈部和手臂上受了抓伤 这一点呢 符合之前警方根据现场勘察和事件分析 对案犯做出的刻画条件 不过在5月23号 第一次接受问询的时候 蒋天玺承认 他的颈部和手臂上的伤 确实是在5月22号受的 但是是他骑自行车 在市区西部圆门桥下坡的地方 和两个女青年的自行车发生碰撞 被这两名女青年撕打的时候抓伤的 由于这种事 一时间很难找到当事人求证 所以专案组暂时放过了蒋天玺 但在随后对蒋天玺的调查之中发现 蒋天玺和何某熊是拜靶子兄弟 关系极为密切 经常去何某熊家 和死者边某英呢 也很熟络 符合熟人作案的刻画 不过在案发之后 蒋天玺多次登门 安慰死者丈夫何某熊的举动 让专案组一度减轻了对她的怀疑 不过此时 在其他的怀疑对象 都被一一否定的情况之下 依然不能完全排除嫌疑的蒋天玺 自然重新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6月3号 专案组重新组织力量 对蒋天玺开展调查 调查重点是查证她在案发当天是否在圆门桥和别人发生过碰撞事故 当侦察员们 在圆门桥地区已5月22号是否看到过一名男青年和两名女青年因自行车相撞而吵架这一特征进行沿路查访时 访问了10名当天必定在圆门桥这一路段的人员之后 所有的被访人员一致否认5月22号当天上午9点到11点在圆门桥地区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很显然蒋天玺在这件事上对警方撒了谎 6月4号 专案组侦察员穿着便衣 在蒋天玺的工作单位绍兴市皮剑厂进行查访 结果发现蒋天玺啊在5月5号确实因为和两名男青年自行车相撞发生口角而被抓伤 第二天呢他就在满场同事之中宣扬反复诉说事情的经过 而5月22号所谓的发生口角被抓伤之后 同事问蒋天玺是不是又被女青年抓伤了 而这次蒋天玺却一犯常态不解释为什么受伤 从5月22号到6月4号 这些天里不管场内的同事们如何讨论发生在念佛桥的这起重大命案 与死者熟食 并且和死者丈夫是拜靶子兄弟的蒋天玺却始终一言不发 这明显有为人事常情 一方面在案发之后偷偷去安慰何某熊 另一方面却在自己同事谈论案情的时候 作为受害人的亲密朋友一反常态的一言不发 这显然不正常啊 另外在调查5月22号当天 蒋天玺有没有在上班时离开车间出厂时 警方呢秘密叫了蒋天玺同一岗位的同事出车间问话 这时候蒋天玺表现的极其紧张 偷偷的跟出来观察 随后专案组将蒋天玺传唤问话 依法搜查了蒋天玺的家 结果发现在蒋天玺家里 有部分可疑的现金存折有价证券和金银饰品 经何某熊辩认正是他家丢失的部分物品 根据在蒋天玺家的搜查结果 专案组认为蒋天玺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6月5号依法对蒋天玺拘留审查 同时集中力量对蒋天玺在5月22号的活动轨迹进行排查 他的同事证实 蒋天玺在5月22号上午让同事替班 自己离场外出 下午才回场 说明蒋天玺在5月22号那天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同时蒋天玺的毛发和皮屑样本 和边某英指甲内提取到的毛发和皮肉组织样本 送沈阳检验 结果表明 虽然从边某英指甲中提取出来的样本 过了火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但依然可以认定这份样本和蒋天玺的样本 大部分指标相符可以做统一认定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 专案组对蒋天玺进行突审 在诸多证据面前 蒋天玺终于对他在9月22号上午在何某熊家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许 蒋天玺交代 他看何某熊经济条件优越 而自己经济拮据 心里面不平衡 尤其受不了何某熊的妻子边某英 对他那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 认为边某英虽然表面上对他热情客气 但内心里就是瞧不起他 9月22号那天 他原本是想去何某熊家借点钱 但是呢并不知道何某熊已经出差了 边某英啊让他进了门 俩人呢坐在客厅的转角沙发上闲聊 当最后蒋天玺好不容易找到话头提出借钱的时候 被边某英直截了当的拒绝了 蒋天玺勃然大怒 与边某英发生了撕打 在撕打过程之中 蒋天玺的脖子和手臂被边某英的指甲抓伤 蒋天玺失去理智 抄起燕灰缸 对准边某英的头部猛砸 直接把边某英砸死了 客厅里的动静惊动了卧室里玩耍的何某华 小孩跑到客厅来找妈妈 并且目睹了母亲倒在血泊当中的全过程 蒋天玺一不做二不休 又将何某华砸死 作案之后 蒋天玺抹掉了烟灰缸上的指纹和血迹 戴上手套 细节了橱柜中的现金 存折 金银饰品等细软之后 用厨房里的食用油 浇在母子二人尸体上 用火柴点燃 确定火已经烧起来之后 逃离现场 回到单位 因为用的是食用油 所以燃烧的比较慢 也不充分 给勘察现场的民警 就留下了诸多的蛛丝马迹 至此 这起惊动绍兴的 重大入室抢劫 杀人焚尸灭绩案 在经过半个月的侦办之后 最终告破 罪犯蒋天玺 因抢劫罪 故意杀人罪和侮辱尸体罪 被粤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最终被绍兴市粤城区人民法院 判处死刑 大案纪使2023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呀 发生在2021年 疫情期间 2021年 4月2号 上海市凤贤区警方 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一接起来呀 电话那头是一男的 显得是无比的惊慌失措 喂110吗 不得了 窗底下 有个死人呐 警方接到报警电话之后 一听 哎呦 床底下有死人 这很可能是命案呐 赶紧去吧 这一查 一问 这才算弄个明白 有两个年轻人 一个姓潘 一个姓朱 这小潘给小猪啊 这是好兄弟 平时形影不离的 最近两周呢 帮着朋友看房子 这么着 就搬进了凤贤区 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居住 这房主呢 也是他们的朋友 他们搬进去之后啊 朋友离开的时候 对他们俩是千叮铃万嘱咐 照理说 两室一厅 正好兄弟俩人 一人一间屋呗 不行 朋友说了 你们呢 可以住客厅 可以住南边朝阳的卧室 记住 北边那间卧室 不要住 各位 是不是感觉 似曾相识 您还记得 咱们前一段时间 讲过一个案子吗 也是 一个人呢 杀了人之后 把尸体啊 藏到一间卧室里 还筑起来一个水泥毯 把这尸体就砌在水泥毯下了 让朋友帮着看房子 也是千叮铃万嘱咐 那间屋子千万千万不能去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也差不多 反正朋友说了 不让进那北边的卧室 不要住那 那就不去呗 这朋友还说呀 那北卧室呢 是我的房间 里边有我东西 我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 所以呢 你们俩呀 不光别住 也千万别进去 那不进就不进 小潘呢 就睡在客厅沙发上 沙发呢 也挺宽敞 睡着也挺舒服 小猪呢 住那男卧室 这一转眼 住了就两周了 什么事也没有 挺好 到了4月2号这天 上午的时候啊 小潘呢 烟瘾大 没烟了 就想着找小猪 拿几根烟 俩人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呢 好开个玩笑 小猪就跟小潘说了 想抽烟 行啊 烟让我藏起来了 你要抽啊 自己去找去 小潘一听 嘿 行 找就找 感觉还挺好玩 在几个房间 到处翻 到处找 客厅也找了 厨房 卫生间也找了 小猪住的那男卧室 也找了 但是 哪哪都没见着烟 哎呀 到底在哪呢 小猪啊 看着小潘一顿忙活 也感觉挺可乐 突然就听见北卧室 嗷喽一声惨叫 是小潘喊出来的 小猪一听 怎么回事啊 赶紧跑过去看看呢 看见小潘之后啊 小潘那脸呢 刷白刷白的 一点鞋色都没有 潘子 怎么了 小潘当时啊 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这手呢 哆哆嗦嗦的 指着北卧室里那张床 缓了一下 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床 好像有只人手 你胡说八道的吧 发烧了 这家伙烟瘾犯上来 糊涂了 小猪一边说着 一边啊 白了小潘一眼 不过小潘既然说 指着那张床 小猪也好奇 蹲下身子 朝着床底下 仔仔细细的看了一眼 紧接着 又是一声惨叫 小猪啊 因为是蹲着呢呀 本身就有点不太稳当 一看床底下这东西 俩腿一软 啪 倒在了地板上了 真有死人啊 床底下 怎么 怎么 有个死人呢 不是 这卧室不是咱兄弟 自己住的房间吗 小潘跟小猪啊 当时就反应不过来了呀 哦 他让咱 别进来 感情 有这玩意儿 这又不是为了找根烟抽 咱们哪看得去 这 这 这马子事啊 这俩星期 感情 咱们俩跟着一块住了 俩星期啊 这么着 这才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4月2号下午3点钟 接到报案的警方呢 赶到案发现场 进行了封锁 两名民警 把那木床啊 就慢慢的抬了起来 藏在这床底下的 这么一看 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 法医经过鉴定 这死者 是一名男性 年龄在50多岁 脸上还戴着口罩呢 是啊 21年正是疫情期间的 你不戴口罩 哪也去不了啊 脖子上呢 还挂着一根绳子 死因 就是因这绳子而起 是被绳子活活勒死的 死亡时间 应该是30天左右 小潘跟小猪 原来哪经历过这种事啊 死人都没见过 这还是一具 高度腐败的尸体 哎呦 这饭呢 是吃不下去了 觉啊 也睡不着了 警方呢 确实也有很多疑问 想着问问 小潘和小猪 第一个问题啊 这可能是咱们听友们 第一时间反映过来的一个问题 这具尸体 跟咱们之前说 那案子还不一样 之前 那是拿水泥毯封死了 所以腐败过程之中 味道没有那么重 是正常的 这具尸体 就藏在床底下 死亡30天了 高度腐败了 怎么会没有尸臭味呢 俩人怎么就没怀疑呢 这时候小猪说了 臭味啊 我们早就闻到了 那既然闻到了 为什么小猪和小潘 没有怀疑呢 因为最早啊 这朋友让他们住进来的时候 已经交代过了 到底交代了什么 让他俩闻见臭味就跟没闻见似的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有个疑问呢 尸体在这儿 藏了一个来月了 都高度腐败了 尸臭味可重了 啊 你俩 住到这房子里 就没闻见 小猪和小潘一听说闻见了 但是啊 没在意 没往心上去 我们呢 也没多想 为什么 他让我们过来 帮他看房子呢 就是说他家里养了一条狗 没人管 这才让我们过来 这俩礼拜 味道是挺大 但我们就感觉 这应该就是狗身上的味 可能是在哪 拉了尿了的 也没发现 所以有这么重的味道 要说起来 俩人 这也是真心大呀 养的那狗啊 不是大狗 就是那种小泰迪似的 哪有这么大味啊 不过俩人之前也没养过 这也是情有可原 警方紧接着 问了第二个问题 床底下的死者到底是谁 小猪跟小潘 认识不认识 得亏啊 这俩人 是报案人 要不 这就是重大嫌疑人啊 啊 你俩住这 结果死了人了 这小猪跟小潘 听民警这么一问 那才叫一问三不知呢呀 不认识 不认识 没见过 不认识这人 啊 什么叫脑袋摇的 跟波浪鼓似的 就是他们俩 此时此刻的状态 警方一看 这事啊 不对劲 为什么呢 死者五十多了 穿的呀 比较老旧 看上去日子过得不富裕 挺穷困潦倒的 小猪跟小潘呢 都挺时尚啊 都挺帅气 都是年轻人呢 确实这俩年轻人 跟这么一位老先生 应该没有什么交集 接下来 问他们第三个问题 至关重要的问题 最核心的问题 这房子是谁的呀 你们那朋友是谁呀 这俩小伙子 不认识死者 对案子毫不知情 但是这房子是谁的 他们肯定知道啊 这俩说呀 是我们老大哥的 叫唐瑶德 这唐瑶德 37岁 正是这唐瑶德 让这俩小伙子 到他们家住 并且呢 帮忙照顾 他家养的这狗 现在所有的线索 都指向了这唐瑶德 只要把他找到 好好问问他一切 就真相大白了 不过警方啊 想来想去 还是有个问题 想不明白 如果说 死者真的是唐瑶德 害死的 他为什么 不处理尸体 反而把尸体 藏在家里面 那藏在家里面 你就走就得了呗 为什么 还要让小猪和小潘 搬过来住 这俩人一住这 那这事早晚 得有真相大白 那一天呢 那么唐瑶德 出事之后 去哪了呢 据这小猪和小潘说呀 唐瑶德带着女儿 去湖南旅游了 这么着 家里养的狗 没人照顾 才找他俩过来 帮着看看房子 照顾照顾狗 他俩呢 之前对这老大哥 一直是挺敬服的 为什么这么说 唐瑶德这个人呢 有个特点 大方 出手阔绰 平时搁几个 一块喝喝酒 吃吃饭 唱唱K 玩玩 这都是唐瑶德买单 所以这回 唐瑶德 找到他俩 兄弟 有事帮帮哥哥呗 俩人自然没多想 那没问题呀 毫不犹豫 就答应下来了 也就是说 现在唐瑶德 不在上海 那他在哪呢 怕打草惊蛇呀 警方决定啊 秘密调查吧 一方面 查这唐瑶德 一方面 得确定 师员呢 确定死者身份呢 就在调查过程之中 有一男的 姓徐 突然来到了 唐瑶德这房子这 其实啊 这房子 也不是唐瑶德的 而是唐瑶德租的 一看 唐瑶德不在这 屋子里边呢 一群警察在那守着 给这徐某啊 吓了一大跳 咦 怎么了 这是 警方一看 这徐某找上门来 找这唐瑶德 这是什么呀 这是送上门来的线索呀 问问吧 你跟唐瑶德什么关系啊 啊 你知不知道他去哪了 你们之间有什么事情啊 这一问呢 还真有收获 这徐某说呀 我是来找他还钱的 他欠我六万多呢 我给他发微信 也不回 给他打电话 也找不着 我这不 就来他住处 碰碰运气吗 随后 这徐某 还拿出一张身份证 和一张银行卡 说这是唐瑶德 抵押在这儿的东西 可是拿过来身份证 这么一看 这不是唐瑶德呀 唐瑶德呢 是80后 30多岁吗 身份证上那男的呀 50多了 随后 警方想到了一个问题 哎 身份证上这人50多了 死者也50多了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通过技术手段 通过DNA比对 终于最终确定 身份证上的这男的 姓于 这余某 就是死在这出租屋里的死者 随后警方啊 也调取了电梯里边的监控录像 发现了一段重要的视频 2021年2月24号上午 唐瑶德和那老鱼 一块坐电梯 到了这房子这 这是这老鱼 留下的最后的影像资料 从那之后 可没有老鱼离开的影像资料 从时间上来算 老鱼死亡30天左右 也正好和他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 相互吻合 事已至此 唐瑶德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可是唐瑶德为什么杀老鱼呢 照理说 这唐瑶德跟老鱼年纪相差挺大 也没有什么共通之处 你说是同事 那也不是 你说是朋友 那也不是 他俩不应该有什么交集啊 到底怎么回事 这背后还有这一个关键人物呢 到底这个关键人物是谁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啊 通过调取电梯的监控视频 发现了唐瑶德跟老鱼一起上电梯的视频录像 可是 只有老鱼上电梯的视频录像 可没有他离开这房子的视频录像 再按照时间来推断吧 这跟法医给出的死亡时间又相互吻合 事已至此 所有的线索全部指向了唐瑶德 一开始啊 警方呢 调查俩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查不出什么来 百思不得其解 照理说俩人不应该有什么过多的交集啊 哎 不过随着深入调查 发现俩人之间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 八十多岁的老楚 这老楚是谁呢 老楚是死者老鱼的老丈人 而这老楚 还是唐瑶德的远房亲戚 另起来算是他的一个表叔 这老楚啊 对女婿老鱼印象挺好 民警找上门之后 这老楚说了 她呀 是个老实人 我们家这日子 也真是苦啊 我就有一个女儿 结果 得了病了 在外地去世了 哪知道 外孙女 前不久 出意外了 也走了 好好的一个家呀 家破人亡 就剩下我跟女婿俩人 听老楚这么一说 警方啊 确实挺感慨 不过接下来还得问问呢 那跟唐瑶德 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老楚就说呀 年纪越来越大了 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 他总感觉呢 女婿老鱼 这算是外人 女儿也没了 外孙女也走了 所以呀 老楚就感觉 我们俩算什么关系啊 翁婿关系 老丈人跟女婿 那我们没瓜葛了呀 我们之间 维系关系的那两个人 都没了呀 思来想去 老楚啊 想了一个办法 远房亲戚唐瑶德 有个女儿 老楚呢 想认唐瑶德的女儿 当干女儿 日后给自己养老送终 各位 乱不乱啊 这老楚也是真能想啊 按备份论下来 唐瑶德 算是他的远房表侄子 侄子的女儿 那算是孙女了 最后 任意表孙女当干女儿 还指望这远房的 干女儿 能够给他养老送终 但是啊 这老楚 人家也不白认 他名下呢 有一套房子 价值一百万左右 他呀 就想把这房子 过户给 唐瑶德的女儿 可是 这房子问题呢 又比较复杂 涉及到了老鱼 为什么涉及到老鱼 这些年了 一直是老鱼 住在那套房子里边 因为之前呢 是老鱼一家人 就等于是老楚 女儿一家人 住在那房子那 如果这房子 过户给唐瑶德女儿了 那老鱼 无家可归了呀 其实啊 针对这个事情 唐瑶德跟老鱼 已经商量好了 唐瑶德的女儿 能拿到这套房子 但是得支付给老鱼 五十万的遣散费 就这么着 那套房子呀 就过了户了 过完户之后 唐瑶德立马就把那房子 给卖了 但老鱼呢 只拿了五万块钱 剩下四十五万 没着了 就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呀 那不得找唐瑶德 追着要钱吗 唐瑶德呢 就总是推 总是在那耍赖 俩人呢 这矛盾越来越深 等于说俩人之间 是有着明确的经济纠纷 这么一来 唐瑶德的作案动机 也就清楚了 那么唐瑶德 此时此刻到底在哪 据小潘和小猪说 这唐瑶德带着女儿 去湖南旅游了 可湖南那么大呢 那么多事 那么多人去哪找去呀 还真别说 无巧不成书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湖南哪 警方接到了一个报警 给上海警方可帮了大忙了 有一个女的报警说 自己的男朋友 偷走了他一条金项链 那既然是男女朋友 得有照片啊 那报警之后一查 嘿 这不唐瑶德吗 顺着这线索 唐瑶德最终顺利的被警方抓获 抓住之后 唐瑶德对罪行啊 倒是供认不讳 唐瑶德呢 确实是在2月24号那天 把老鱼勒死的 原来啊 房子卖了一百多万 早就让唐瑶德挥霍一空了 根本拿不出来45万给老鱼 但是你不给人家 那不行啊 你这是欠人家的呀 哎呦 怎么才能不还他钱呢 弄死他吧 老鱼被他杀死之后 尸体呢 就藏在了北卧室的床底下 那最让人想不明白的是 藏尸之后 为什么让俩朋友来家里住呢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唐瑶德也说了 杀人之后啊 他冷静下来以后知道 这事情瞒不了多久 早晚得被抓着 就希望啊 晚被抓几天 和女儿呢 最后再相处一段时间 再享受享受妇女之间的天伦之乐 这才想出这么一法子 每天呢 唐瑶德都给小猪小潘打个视频 表面上呢 是看看狗狗啊 担心狗狗在家里边的情况 吃没吃好啊 生没生病啊 其实就是监控家里的情况 他呢 在湖南有个女朋友 这么着带着女儿逃到了湖南那儿 但身上钱都花光了 一百多万 那是一分不剩啊 连给车加油的钱都没有了 他这时候啊 就偷了女朋友的金项链 出去卖了 换钱去了 这女朋友发现之后生气啊 报了警了 至此 这唐瑶德 才被顺利抓获 这案子呢 给您说完了 咱们再说说这八十多的老楚吧 老楚啊 本来是想着 给自个儿找个养老的依靠 照理说 女儿外孙女走了之后 最亲近的人 那就是女婿了呀 但是他不信任女婿呀 最终啊 间接的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这一下 算是彻底的家破人亡了 这一下 老楚也算是彻底的成为了孤家寡人了呀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就给您说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